芳青 下面我们就欢迎汪老师给我带回一千零五十年以前的名堂 谢谢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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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儿总是对我好,他说了半天,别相信,等到两个,首先我要说,今天不只是两个小时啊,你们准备好了,晚饭带来了没有,要带吃饭和,我得要讲到八点呢,讲以后讲没完,我告诉你,等到我讲完了,大家说,哎哟,等不及,得要回家了, 那我失败了,如果大家说,我们不要回家,我们还待着,那就行了,所以一会儿啊,看在我年龄份上,就大家都说不想走,我觉得高兴一点,觉得你们都懂,其实啊,永儿讲的话,关于我的,他说话是没有一句假话,只有到了我头上,都是假话,所以别相信他,可是呢,这次他刚刚说的,有一点, 是我问他,我说那我说什么呢,那不行,外头有人请我讲,除非他们特别要点哪出戏,今天你不要唱,是老安流,今天你唱那,胭脂宝穴,马来梁子,或者是梅兰芳,今天我们不要贵妃醉酒,我们要宇周峰,那我就,我说,你说我讲什么呢,他就说,他说,秋雨啊,于秋雨,秋雨在中国大陆讲, 李后主,他说,因为秋雨我们是好朋友,他来了三次,都是,老实说是冲着我, 何勇跟我,我们两个人,我们特别好,那他说,他在中国讲李后主,你也讲李后主吧,我说好啊,我们摇摇相对, 我这儿先给他写个信,让他说,我在这儿也讲了,可是我想秋雨他是那么有名,那么有学问的,自然他的观点可能跟我不一样,因为我这个,我常说我这个人呢,是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从小,什么都喜欢,所以是野狐参禅,那说的话呢,你们姑且听之,觉得不对呢,就搁在心里, 因为人老了,不大喜欢别人批评,有问题当然问我了,所以这个是《月法三章》啊,讲这个李后主啊,其实我是我最爱的之一,我最喜欢就是讲李白,我告诉你们啊,《诗经》的主词啊,都不是什么大碗烟,可是李白,我一讲了,我那全身脚都来了, 还有就是李后主,李后主,还有谁呢,巴达,还有普新宇,这几个,中间当然有很多很多,像刘勇啊,什么,像这个书里面我都包括了,近代的呢,就是张爱玲和沈从文,我认为他们两位是,是我们中国代表的阴阳两面的,两个最伟大的作家,也许是, 就是,就是白话小说里啊,是两个巨匠,那其他呢,就这李后主,可是李后主,因为知道的人太多,谁不知道一江春水,像东流啊,那个,还有,还有笑话,今天在座有很多女士们,所以我当然不能讲那笑话,他就把个李后主的那个一江春水,像东流,就沾了很多粉,就是黄色的,我自然不能说啊,可是,其实也挺好笑的, 我告诉我一个挺好的男性的朋友,他听了以后,愣了那么两秒钟,哈哈哈哈大笑,他笑了哦,他笑都不能,可是,对不起,今天不能说啊,这样的,因为在座有那么多女士们,这不雅至极啊,我觉得当然是对他,其实,能够想出一个笑话,用他写的词, 其实对他,其实对他,也是一个恭维,虽然他,好像有点大不尽,可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特别因为我在美国,住那么久啊,我对这个,sense of humor,我有另外的看法,有的时候,人家,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觉得好像是不尽,可是我倒觉得蛮好笑的,哈哈,所以,这点不一样, 我,为什么李后主男呢,就好像,我今天,如果我说是马林阳唱戏吧,你点个戒中风,或者是,是那个,啊,啊,啊,那叫什么,空城记,这个,这些都是,要他命的玩意儿,失老安留,这个是他要命的玩意儿,是, 是,因为,很多人,大家都知道,我们都会和和,像梅兰芳,你要点,今天唱《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和《宇宙风》,这三株,他非得要当心点,他不管到哪儿,他到第一次到汉口啊,主要三天打抛弃,头一天晚上就是,《霸王别姬》,跟袁世海,那时候大概是,1940,19,还没打仗呢,大概1934,35, 他到汉口,第一次到汉口,那汉口是,汉口那次啊,我最会扯,明明是说李厚主,等着吧,咱们俩先说梅兰芳,梅兰芳到了汉口,那时候汉口从来没去过,头一次,第一炮,他是汉口的什么包舍舍长啊,很多大人物,还有当时的武汉,湖北,湖北的省主席, 他们一起请他,联合请他,我的老板也来了,今天我来好几个老板多,所以我非得要小心点,不能乱说,他到了武汉啊,可是,他们的安排, 因错,杨岔,杨岔,他那个记者招待会,是,我们中文说行客,拜做客,你们各位听过这句话吗,就是,如果我到一个地方,我先得要去拜地头蛇,所以,不管他是梅兰芳,还是马连梁,杨小楼,余书妍,不管你是谁,你到那儿,就得要去拜,拜当地的地头蛇, 然后,结果他们就开了一个大的记者招待会,请他们吃饭,时间搞错了,跟那个梅兰芳的秘书,跟他说晚了一个小时,应该是十二点,他说了一点, 所以他到一点才到,记者们那多厉害啊,他们就很气,就说,啊,你以为你是大拍,把我们晾在这儿,晾了一个小时你才来, 而且去了,梅兰芳广并不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他谈笑风生的啊,看到大家都冰冷了,所以第二天报上是一片谩骂,就是骂他,就攻击他,就是自以为是老大,看不起我们汉口,就大家很生气,这谁大人是冤枉了,冤枉了,也挺可怜的,他那次,头一天, 霸王别姬他在那旅馆里啊,有个阳台,特别他说,他到哪儿啊,住旅馆,不管你房间好不好,是不是低流,得要有个阳台,你们猜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走,他自己就可以走场子, 他那个,那个时候,霸王别姬他已经唱了上百次,可是他在那个阳台上,自己走了六次,跟那个琴时, 所以,这个霸王别姬,宇宙风跟贵妃醉酒,是不好唱的,就像那西方的歌剧,La Traviata,就是那茶花女,那个La Traviata,是你,就是你,怎么说啊,你就是在,要跟他,今天看你吃几碗饭,就让你看你这女高音,唱得了,唱不了,一个sempra libre,就要他们,高得不得了,只有carlas,那是从容不破, 完全就像,就像吃块豆腐一样的,好得不得了,底下唱完了,炸了锅,所以蒋这个领后主啊,是要卖命的,为什么,他的东西太好了,谢天谢地,他的前半生啊,不行, 他那个东西啊,他那个东西啊,还不如温,什么温婷云啊,花间派的那些,那个,不是燕几道啊,燕几道吧,燕叔,这些人啊,都比他强,他那个,一天到晚的就是,就是爱情啊,一个女人就是不够,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后宫三千还不够, 一个,那些静讲的那些个,什么,那美人,朝他脸上吐一口唾沫,什么,这都写啊,他都,哎呀,觉得还是很香啊,什么,那是很肉麻, 然后就把那女孩的嘴啊,描写得像丁香啊,什么呀,又跟那小周后偷情啊,又什么,拿着鞋子,各位就会问我,哎,你如果不喜欢,你怎么记得那么少啊, 当然,词也写得好啊,可是,你已经,所以我觉得,这个写的这个词啊,就是,必得要痛苦,并不是受过痛苦的人,一定都会变成大诗人,大文学家,但是,作为大,伟大的文学家,必定得要痛苦, 这,汉明威啊,这美国的汉明威说过一个最有名的一句话,我认为啊,对于写作方面,他在死的以前, 纽约时报访问他,就问他,就说,what is the secret of being a great writer,他们问那个,Mr. Hemingway,他自杀以前,他就是,他说,哦,他说,他没讲完,他就,他就说了,他说, It's so easy,nothing to it,you have to have a miserable, miserable childhood,and a wonderful memory, 你的遭遇要,小时候特别悲惨,然后你又不能忘,可是我们李后主正好倒过来,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太快乐了,这个,老天爷,只能给你一部分,不可能永远,你如果很早红,你到后来就,就写不出来, 可是像张爱玲,她那么年轻就红了,她是一个,是一个绝世的才女,我认为啊,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很多女性的诗词,都是伟大的不得了,但是不见于世,因为是封建时代,你任何有头有脸的家族,出来的大小姐,像林黛玉啊, 这就红楼梦,都是曹雪芹创造的,他们写的那些诗词,写的多好,那规格中有没有人呢,多的不得了,可是都在哪呢,不能让外头看见,连男孩,连宝玉的诗,都要有点保守,不能说是街坊啊,大家都缠着看,这就不值钱,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就变成一个将, 就是木将啊,这个银将啊,金将,就有将棋,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再卖的话,更不得了,更是不值钱,所以普新鱼,这一辈子,他就不喜欢,旁人管他叫画家,他不喜欢,因为画这玩意儿啊,你给好朋友当然,可是后来他到,他是非常,很凄凉的, 可是他从来没有,就是这些伟大的作家,文学家啊,他们最了不起的,就是courage,这个字,一定要有courage,除了你有天才,他能够顶着,他扛得下来,他把所有的那个悲哀,他的伤心,都搁在文字里, 而且他没有自连,这个就是最伟大,这个看来看去最伟大,像现在的文学,我痛苦啊,我伤心啊,你伤害了我呀,多肉麻啊, 你见不忍,不忍,惨不忍,不根本现在所谓,他们说,哦,这是现在的障碍力,那我说,哎哟,得了吧,我说我一夜都看不到,我说那个语法都不对了,所谓那些新诗,最近,我当然不会说名字, 最近啊,别人好心长,从,隔了一个美洲,从西雅图给我寄了一本诗集,新诗,我打开一看,我说这是什么呀,我说,我根本不懂,我教中文教了那么多年,我这个语言,教语言是我的本行,我一句都不懂,真的不懂,我不是说故意讽刺,我真的不懂, 他那语法都不对的,所以,这个诗词,对于年轻的,或者,没有特别研究过的,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不大通,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这个字搭在后面,这是什么,其实,你们明白了以后,他那语法是,真是,就是完全,是perfect,是完美的,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文理, 一定得要合理,他第一句跟第二句怎么搭,第二句跟第三句怎么从第二句到第三句,一共只有四句,那个绝句和,和,啊,七言,不管七言,还是五言,他绝句就那么四句, 他投一句,他投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必得要跟第二句,投一个字,他是有连着的,他那个思想是连着,连连不断的,而且,四个,四行,他必得要,都有关系, 然后,一,二,三,四都连起来,他,一,三,一定要照应,因为中间隔了一个,更有意思,二,四,一定要吻合,他等于是,第二句,第三句,他要跟第一句说,哎,我跟你,我,I echo with you,I echo your message, 第四句,第四句,他到末了,他会跟第二句说,我在这儿呢,我是你的小弟弟,然后,他最后,最后的那个,一连,跟头一连,他一定要有一个连贯,前后,有一个呼应, 我们,在讲李后主,我知道大家,各位啊,来都是听李后主的,可是这些前年呢,在我觉得,当然有很多废话,我,我这人是特别喜欢,讲,讲什么,英文,教英文的,我有讲英文的,也是这样,先讲了一大堆,什么好莱坞啊,什么Vivienne Lee啊,我的favorite,Tennessee Williams啊,那最后,哎呀,只有五分钟了,好好,咱们来念书, 好了,他们得到就是,就是五分钟,可是,奇怪,可能是,而且我越老,人家说越老,越有自知之明,我越老,越没有自知之明,越是搞得,就是,天马行空,不知道讲到哪去了,后来,哎,之前,不对啊,该讲正题了吧,才回来,回来都太晚了,我问我的学生,我说,今天,对不起你们哪,我讲了一大堆, 这些,都跟这没关呢,他们说,可是我们听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他们是安慰我,你们说呢,他们都很好,就说,我们多少还得到一点呢, 有的说话,有的说话,会说话,就说,多少得到这么一点呢,这儿有个,这儿是联合国资深范益啊,是范益界的,虽然那么年轻,他是老前辈,对我都是老前辈,他,我,我说的东西他都喜欢,他很多东西,他都替我求证,我说的不对,他会告诉我, 他说,这个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我说对啊,对啊,至少我有这个精神,我觉得这个人哪,就是活着啊,特别讲这个诗歌,跟文学,跟美的东西,音乐,你不可能一个人就说,我,我的话就圣旨,没有人的话是圣旨,你还有很多很多,你还没学到呢,而且,这本书我写完了, 我自己认为,该说的都说了,那,哎,我自己在检查,最近,在看他,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editor,所以我自己editor,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功夫,我觉得都很齐全了啊,啊,这本书现在已经到德国参加国际书展啊,回来了,我一看又看出一两个毛病,哎呀,我的天哪, 就是,there is no end to it,没完没了的,这个,这个editing这个 job,所以我说,讲这些诗歌啊,跟音乐,跟所有美的东西,跟文化有关系的东西,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对我来说,不是三分,还有五分,或者六分,学不到,学到的只是一点皮毛,所以我做这个前言呢,也就是说, 我说,我说的,各位呢,觉得有理,你们就,就听着,鼓起听着,如果觉得没理呢,就,甭开汽水,啊,开汽水懂不懂,就是不, 因为我们中国,以前,我,现在我说话,我用很多,我们小时候的词,因为我自己那么老的嘛,我用以前的词,大家都不懂,我说,多拍巴掌,少开汽水,啊,这以前,啊,说相声啊什么,老,老北京都知道,这块啊,他们说相声啊,有很多词,我都不懂,哎, 所以有的说,所以有的说,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相声,没有以前的高级,他总是有点那些低级,太低级趣味,我认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干嘛说这些,可是, 就是,who am I to criticize, who am I? 我们有这种事要干,就是要介绍,讲究李后主,李后主的生平呢,我相信各位是不是已经有了,就是我们在网上发的,就是那个介绍的,所以,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手里都有一份,如果有一份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不是这个, 就是,我用中文写的,但是我是比较长的,但是我那个写的更长,那我本来是想大家各位, 可是我想,各位现在就这样,你们跟我说,他的生平是不是都知道一点,那我就主要的就说一点,他呢,他是一个大事,大书法家,大画家,大音乐家,你们想一想,他这样的一个有天才,有文采的人, 他怎么让他去做领导,做总统,我问,我问,张爱玲今天去,去做习近平的活,他干得了吗,你们说,这根本不可能嘛,那曹雪芹吧,他是最伟大,今天他说,哎,习先生,请你下来,我来做, 他做,他做,他做得了吗,不行,不可能,所以,一个人活着,只能有那一点天才,那一点天才,就是,李后主,他是不要做皇帝的,他做皇帝是勉强的, 他的大王子,是叫宏记,记就是,北方的北,底下一场,就是山东的那种,他的太子,是叫李宏记,那个李宏,宏就是公子旁边一个这个, 其实就是,古时候那个口子,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这个,所以他是他的哥哥,那个宏记是要当皇帝,是太子,可是那个时候啊,那个宗主,就是那个李后主的父亲,他有一个弟弟,叫做李锦隋,他是封锦的锦,隋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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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竹子的竹子上头,加两点那个,我就,他叫锦隋,那个叔叔啊,要抢那个,那个王位,所以就被这个宏记啊,给毒死了,所以压根,所以这都是命啊,这个命是你跑不了,这是Karma,英文里头啊,这是从那个凡文里,Sanscript来的, 这个Karma你逃不了,那个,他呢,就是文,就像曹执,他不是曹批,他做不了皇帝,他也不要做皇帝,他讨厌做皇帝,好了,宏记一死,那个宗主,本来就喜欢他, 因为有哪个爸爸,父亲,母亲,会不喜欢自己儿女,有文才呢,或者有艺术天才,都是很骄傲,可是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就是一个,一个资本主义的生活, 所以,儿子女儿,要是学了戏曲啊,音乐啊,什么演员啊,你就替他担心,就说,你将来怎么办,尤其是女儿,这个,这个,对不起啊,我没说,这个,这个女人,毕竟跟我男人不一样, 我男人,你说我吧,我刚过七十九,中文,中国年龄,是八十,绝对是八十,我是一九三九年生的,我还在这混,那,像女士们啊,到,像那个演电影的,到二十五岁, 那个Greta Gabbo, the other day I was talking about it,那个Greta Gabbo,家宝,她是,好难不得了的一个大明星,那是天王巨星啊, 那个二十五岁,那个米高梅的老板,就因为心里很恨她,因为她脾气很坏,很强,要她演这个她不演,要她演那个她也不演,她自己要跳剧本,她要跳导演,她要跳男主角, 所以那个老板特别见她头痛,可是她卖得了票,所以她那个老板就得要忍受她,所以老板就看见她在外头啊,每天早上跑步,她就跟别人说, Look at that old bag,就叫她是一个 old bag,只有二十五岁, 玛利亚卡拉斯,十年,唱歌的生命,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到五七五八,已经开始,不大对劲, 五七年,是她最后,安娜·布莱娜,她唱得棒不得了, 过了那个,她那个嗓子就不行了,只有十年的生命, 所以这个男人跟女人的生命,所以做父母的,看到儿女,尤其女儿, 如果要漂亮,她有天才,她能做演员,还是不要她做,希望她不要做,这是出于不爱, 可是那些孩子们呢,在十六七岁,你不要我做,本来我也不是那么想做, 我现在偏要做,她就不懂,那父母对他们的苦心, 她就觉得,我长得不漂亮,大家都说我漂亮, 我也不比那个人差呀,为什么她那么红,我也行, 所以这个人,这个生命啊,是很奇怪的, 所以这个男人和女人啊,这个还是永远不能有完全的平等, 这是不可能,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生理上, 是这样一个老天爷的安排,没办法, 但是女人所欠缺的,也许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形状和美貌, 跟这些青春,可是女人有, 她们受得了,她们比男人要坚强,要坚忍得多, 不谈别的吧,就说生孩子这么行的事, 我说,我要是女人呢,我死也不干嘛, 我结婚的时候,我就得要写一个同意书, 不是小孩, 我听到我觉得很可怕, 真的,我以前家母在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问她,我说,干嘛生孩子, 我说你爱孩子吗,我母亲说, 我母亲有洁癖,我母亲苏州人, 我母亲很漂亮,很美, 可是她不是那种,就是说她对人非常客气, 非常好,她们年纪很大, 我问她,我说妈,你喜欢孩子吗, 我说,那你怎么对比, 孙子啊,什么都那么好呢, 她说,她是做人哪, 她说,我是祖母啊,奶奶啊,伯母啊, 她说,怎么可能呢,这个社会,文化, 就是说也不公平, 我们男人,就不喜欢你, 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 这个, 讲到她,她的作品啊, 年轻的时候,过于阴, 她没有阳气, 那一,她虽然是男人, 而且她写的是她爱女人, 但是她的诗词是充满了阴气, 而且是一天到晚的, 没有一首不是男欢女爱, 看着,看多看几首, 就觉得无旦不喜欢, 我自己的,这个人的感觉, 我都觉得挺讨厌的, 可是,她到了, 她被俘, 那个时候, 你想,在中国那个古时候的文化, 不用说,你们也知道, 作为一国之主, 你被敌人, 已经攻下城池, 都到了南京, 你的首都了, 是国都, 都打进来了, 她那个时候还在后宫, 她在, 她, 懦弱, 她没那个胆量, 她就不敢自杀, 你自杀, 要不然你就领了兵, 出去打死, 这是我们中国人, 对男人的一个想法, 对君主的一个想法, 她怎么着, 先跑到庙里去, 希望佛祖啊, 显神, 把这些人送兵啊, 送朝的兵都弄死, 就蹦下就死了, 就没了, 就希望如此, 异想天开所为, 然后, 不行了, 知道不对了, 连连报, 就说已经破城了, 她就说, 那我就死吧, 就好了, 那所有臣子都跪下来, 就说, 万岁, 不能了, 不能了, 好了, 她说, 那好吧, 既然你们坚决我不死, 那我就不死吧, 就好了, 那我就想了嘛, 你说, 这种窝囊废, 所以在历史上, 在最近的, 我也不说是拿党拿派, 我们在说文学, 我不愿意沾染, 但是现在, 很多文学的, 文学史, 最近好一点, 有一阵, 在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甚至于八十年代初期, 都是对她的看法, 批评, 都是很少, 文学史, 就是说, 她的作品, 是看起来很消极, 而且很对观, 根本完全不像杜甫, 为国为民, 我最怕, 所以我这本里, 没有杜甫, 包括杜甫, 至少我有权, 我不能管别人, 大家都说, 杜甫是师圣, 我看不出来又是个圣, 我一看那个救国救民, 我就反了, 因为文学家, 我认为,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 我认为文学家和, 文化跟没有关系的, 你就不能那么为国为民, 你这样, 从这个国家,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写它, 所以它到了, 被抓到开封去了, 它被宋太祖, 封为, 它说我封你, 封它为, 为命猴, 违背的为, 命令的命, 它说我给你一个公猴, 它从皇帝落到一个猴, 已经是羞辱了, 它那个猴叫做为命猴, 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文化实力, 没有这个词, 就只有李后宋太祖, 就只有李后宗拿到了这一个唯命猴, 你想想看, 他现在到了开封, 下了船, 当然宋太祖不在那接他, 他进宫, 跪下来跟他, 肉坛出向, 这种是莫达莫达对祖宗的耻辱, 可是它是没种窝囊, 没出息, 是个窝囊废, 作为一个君主, 不管他是愿意不愿意, 至少他做了这个国家的, 因为涂炭生灵啊, 他这样不守他的国家, 老百姓受了很多苦, 所以你如果按照现在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看法, 李后宗是很差劲的, 可是他心里有, 而且他没有怪任何人, 他只有怪自己, 这个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他没有self pity, 这个跟我们的诗词的特性有关系, 因为我们中国诗词, 是没有什么我你他这些东西的, 有一个我, 如果出现的话, 也是我们的意思, 因为这个我这个字, 古字里, 就是我们, 如果是讲个人, 是鱼, 就是那个多鱼的鱼的右边, 就是上头一个这个, 房子, 底下一个是河, 就是表, 表示我是一个多出来的一颗米, 我是应该搁在鱼仓里的, 我是多鱼的, 所以这个中国人, 我说鱼, 就是我, 就像国父那, 孙中山那个, 鱼治理国民革命, 法恩四十年那个鱼, 所以, 就我字不出现呢, 对我们这种, 在我们的中国这诗词里, 文学上, 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学现象, 就是说, 它把时间和个人都没了, 而且我们这个文字, 是一个特别的音乐和图画的组合,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tense或者conjugation,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小时候花了, 我的大半半个年, 青年时代, 儿童时代, 都在那背, seesaw scene, go when gone, so stupid, 可是得要学, 因为英文, 学英文, 英文好, 出风头啊, 大家会夸呀, 我还没听到过, 我朋友说, 他中文好棒哦, 好像, 好像, 只有讲英文棒, 才是请了贼王, 那个中文棒, 你不是就在地下捡了个破纸吗, 有什么好值得夸的, 好像有那个心态, 月亮都是外国的缘, 大家一讲那, 那个缘很差眼, 可是英文很棒哦, 法文都会法文那样, 哪会意大利文呢, 因为我会两句意大利文, 也会两句法文, 所以啊, 大家都觉得我很棒, 其实我应该很开心, 可是, 我觉得我们中文, 是最美, 我没有想到这个, 四十岁以前, 月亮是外国的缘, 美国的特别缘, 法国意大利的, 也比较远, 反正中国的就不缘, 从来没缘过, 到了四十岁以后啊,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回到了老了, 然后就越来越, 现在啊, 完全是, 是完全是诗词中毒, 画也是文人画, 所以呢, 就, 我们就看他, 他, 到了开封, 亡国以后, 他的诗词, 一改其逢, 以前, 在李后主之前, 中国的词, 我们说诵词, 根本不是从宋朝, 宋朝开始的, 是从唐朝开始的, 像伪装啊什么, 都是唐朝的人, 李白叶写过, 那个词啊, 是玩的, 根本不是一个, 大诗人, 他们不屑做这个, 那他们做词干嘛呢, 是给那个歌女, 歌记, Sing Song Girls, 英文翻译, 那时候有很多歌楼, 也就是, 也就是后来日本的那个, 所谓那个Geisha, 是歌记, 我讲那个记啊, 也可以是现在那个记, 或者记, 就是女子旁边一个城, 他是歌记, 这些人呢, 他们就请这些有名的作家呀, 就, 他们都是大诗家, 就请他们做一些词, 因为词是从敦煌, 是从外国来的那个音乐, 配上了中国的字, 然后, 所以我们说填词, 填词, 就是说, 把那个音调, 比如说, 他的春花秋月, 音乐是唱的, 可是那音乐到哪去了, 是传了, 因为那音乐, 中国人不重视, 中国人只重视, 这写出来的文字, 就觉得, 那么, 那希腊有一个大的哲学家, 他说, 言是风, 文是童,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所以他说话, 就像风一样, 说完就没了, 可是你写下来的文字, 文好像同气, 永远存在的, 所以, 音乐没有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那个, 春花秋月, 这个四声啊, 评则里, 可以想象到, 他那个音乐, 原来那个歌, 于美人的那个调子, 一定是, 邦邦, 邦邦, 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填在里头, 一定要, 春花是高高, 是音频, 音频, 春花秋, 音频, 三个音频, 下来一个, 春花秋月, 它的月是一个字声, 所以, 从这个词, 你如果唱, 慢慢地唱, 你就可以想象, 当年是怎么个唱法的, 因为我们中文, 这个是音乐和图画的组合, 他到了, 他到了, 进了开封, 被软禁, 因为他时时被受侮辱, 至于他的小周后, 所以, 这个人生命里, 这个暴命, 这两个字, 有的时候想象也蛮可怕的, 因为他对大周后, 是他的第一个态度, 大周后还没有死, 是卧病在床, 他已经跟大周后的妹妹私通了, 小周后, 为小周后写了很多词, 有一个就是, 拿着鞋子, 怕别人听见, 晚上, 只有月亮, 还是萌萌的, 然后他们去优惠, 然后就把小周后, 接到宫里住, 有一天那个大周后好一点, 出来散步, 忽然看到自己妹妹在那, 他说, 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 他妹妹就低头不说话, 所以当然他心里就明白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历史家都说, 大周后是伤心被李后主气死, 李后主好爱他, 所以这个世界呢, 是没有永恒的东西的, 没有的, 这些文学, 有中文一天就有李后主, 可是可能不可能再出来一个简化运动, 谁知道中文会不会有一天变成了罗马拼音, 就像英文一样, 也可能谁知道到那时候就没了, 这些都没了, 所以我认为啊, 生命里是很少很少的, 是永恒的东西, 是没有, 特别是男怀女爱, 这是, 这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永远爱你啊, 什么, 所以各位啊, 特别我看到有很多女士们在做, 别相信, 没有的, 没有就永远两个字, 也许我永远记得你, 就不错了, 他亡国以后, 他的事啊, 改了一个他的瓷封, 他就变成啊, 他就痛苦了以后啊, 就把他的青年那些的文材啊, 整个挖住来了, 就经过了这个痛苦, 所以他写出来的是悔恨, 就是自己, 他我想, 他心里一定是,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皇帝, 我应该死也不做, 让别人去做, 我害了人民, 我要害了自己, 我现在到这个地方, 在那个小周后, 去, 到了宋, 归了宋以后, 受的侮辱啊, 是我现在在这儿, 不能跟你们各位说的, 是我自己亲眼, 在台中故宫的那地下室, 我看见了, 是南唐画出来的, 画出来对他的侮辱, 对那个小周后的侮辱, 所以小周后每个月可以进宫, 看李后主一次, 他们在开封, 在变量, 李后主知道哪天他要来了, 躲起来, 不肯, 因为小周后见到他就破口骂, 就是, 就是是你, 因为是他丈夫, 是你这个窝囊费, 没有出息的, 我今天害我受这样的侮辱, 死也死不了, 活也活不了, 那个, 所以他的这种心理的痛苦啊, 是简直是没有人能够想到的, 也因为有这个特点, 所以他的作品跟八大跟土星渝, 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 我最佩服的三个, 虽然八大他不是皇帝, 可是他是朱家的后代, 他的父亲是江西王, 江西王, 他是朱大, 他是朱元璋直戏下来的, 普姓渝, 他是慈禧太后定的第一个皇帝, 最后一个皇帝, 后来因为他进宫十一岁, 大闹, 所以慈禧很气, 就让他出去, 就选了宣统, 宣统是他的堂帝, 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一个是皇帝变成了戒下囚, 所以他把这些痛苦啊, 把痛苦化成了诗歌的力量, 我们中国人说, 化碑分为力量, 他这个碑跟分, 他分, 当然他可以隐隐地指宋朝别人侵占他不对, 可是他并没有, 因为他觉得是他自己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李后主啊, 他是用他的文学, 把他的罪过给赎了, 他是赎罪, 但是他不是有意地赎罪, 他心里面那个天才真正地出来了, 他早年的那些个男欢女爱的, 不是他真的他的, 所以人就像汉明威讲的, 要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他不是悲惨的童年, 他是一个特别欢乐的童年, 所以等到痛苦来的时候, 他是不能抵抗的, 他唯一的amunition, 他的武器只有一样, 就是他的笔, 他可以写出来, 他有没有怨任何人, 他就是觉得生命就是这样无常的一个东西, 早年, 我年轻的时候, 我得到的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这样, 也是活该, 就是一种无奈, 所以我觉得冲着他, 所以归根结底, 不能说他是一个懦弱的人, 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很强的人, 他怪来怪去, 我们平日常生活, 碰到任何人, 都会怪来怪去, 找不到一样东西都会怪, 我们两个是如美, 我找不到我输了, 一定是一个男的, 要不然就是你借给旁人了, 后来爷爷, 不在这儿吗, 对不起, 就怪, 我们中国人就是自己永远不错, 都是人家不好, 他不是, 这伟大的文学家不是, 你看沈从文, 在那个编程里, 他有坏人吗, 没有, 张爱玲, 那些人都是好讨厌, 但是你想一想, 好可怜, 好悲惨, 没有一坏人, 他的词里, 没有一坏人, 他那个力量当然更抽象了, 他都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让他情, 井, 奋不开, 他看到能井, 他就生出了一个情, 他就写出来, 他充满了对自己自责, 自己的悔恨, 所以我觉得, 他是有胆量的, 只是他是没有那个胆量自杀, 可是谢天谢天他没死呀, 他死的话, 我们哪来这些呢, 今天我们不可能坐在这儿了, 今天我们在这儿, 也不过就是讲讲礼拜而已, 哎呦我的天呐, 哎呦我的天呐, 今时差不多一, 好, 我们讲, 他写了一首诗, 是很特别的, 他七律, 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是, 我们看啊, 南唐书, 南唐就是记载南唐的历史, 南唐书啊, 里头记载, 以后主王国, 玉就是礼玉, 玉举足就是带着他全家的家族, 茂宇成州渡江去开封, 望石城, 石城就是石头城, 南京就是石头城, 所以很多洪学研究家觉得这个大观园是在南京, 因为他是说是石头级, 可是我认为不是的, 不是的, 当然也有可能, 谁说谁可以端定, 我呢, 根本不喜欢做什么洪学研究, 我认为是什么曹寅做过什么官啊, 曹寅做什么他爸爸, 他奶奶什么, who cares, 就是看里头人物, 里头诗歌, 写的好, 那人物创造的有意思, 你管他是什么呢, 就知道他是曹, 他是包衣家族是这样一个, 大概的知道了就好啊, 你说我这人有多浅薄, 人家那个洪学家研究了一辈子, 我在这三言两语就把他抵回了, 望石城气下, 自负气律, 你看, 在最痛苦的时候, 他都登州离开他的国都, 要去做别人的臣子, 跟宋太祖下跪, 他这个时候, 他的信念的宝贝来了, 出来了, 自负七律雨一手, 在船里, 那天是下大雨, 所以对这些天才啊, 不管是天气, 地名, 人民, 都成了他们的工具, 望石城, 你看他这个石城里头有点意思, 人生人事无常, 可是这个石头做的城, 要比我要长多了, 几百年几千年, 都会不了, 今天南京还是那么美, 望石城气下, 自负七律雨一手, 云, 所以这首诗, 是很少人, 不是很多人知道, 各位有人知道吗, 以前, 很少人知道, 可是写的, 各位我们来看一看, 他披头, 就是, 他是马上, 他先给你一个大, 一个大环境, 他回忆, 他的往事从前, 他这个写诗啊, 他有两个写法, 一个是, 先讲现在, 然后回忆以前, 最后一个结束, 他这个是, 先讲, 他, 他南唐的地方, 南唐是很大的一个国, 包括了江苏, 还有安徽, 还有部分浙江, 都是在南唐的, 那个南唐一国, 他是从国皇帝啊, 贬成了南唐后主, 因为宋朝不容许, 他自己, 称自己为帝, 他是一让再让, 可怜不得了, 也是窝囊不得了, 江南江北旧家乡, 这句话, 我第一次看见这首诗啊, 头一句就,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因为我父亲是江北人, 我母亲是江南人, 我父亲是连云港, 我母亲是苏州, 所以, 我们家里啊, 都说上海话, 都说苏州话, 这北方话, 是后来因为我喜欢唱戏, 所以我是跟师父们学, 所以南江北调, 不好, 我一看着江南江北, 不是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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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马上我就, 这是不是适合用意思, 我来看看怎么回事, 他这个旧家乡, 这个旧字就是这一句的, 就是美了, 现在什么都成了时空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个旧字, 而且旧这个字里头, 当然, 像李厚主这样一个, 举世的, 绝世的天才, 他对中国的语言, 那还用说吗, 他那个说完解字, 他看到那个字里头的美, 这个旧这个字, 最上边是一个草子头, 底下就是一只鸟, 下面就是一个鸟巢, 冰鸟啊, 它到老了, 要死的时候, 它还会灰的, 飞回, 它最小时候, 长的那个树林里的那个巢, 回来再看一看, 巢早就没了, 所以那鸟就站在那儿看着, 想找它的, 找到了, 就死了, 是这样, 所以这个字, 就是很被爱的, 你说, 那个林海明写的那些, 长南旧事, 它那个旧字里头, 有学问, 旧人, 就是说老朋友, 所以我们那个文言文呢, 是不容许我们中国人瞧不起的, 它这个用字经而简, 而且它把这个图画, 因为中文是, 中国的文字, 是图画和音乐的结合, 所以它这个旧字里头就是不得了, 它说, 根本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 是旧家乡, 是它的家, 是它的乡, 一点的, 它连文理上呢, 是一丝不苟, 为什么呢, 家是在江南, 南京, 苏州跟扬州, 扬州是江北啊, 苏州, 南京, 江南, 对这个家, 江南江北一起, 一大片, 是乡, 你看它这个用字, 它头一句出来, 它就是蹦, 它震住你, 跟你讲, 告诉大家, 它是怎么回事, 从哪来的, 它以前这个都是它的家, 是它的乡, 但是旧家乡, 这个旧字, 把这个家乡整个否定了, 第二句, 从乡子, 想到了是旧家乡, 想到了, 啊, 三十年了, 南唐, 南唐在那儿三十年, 他做南唐厚祖, 做了十五年, 可是南唐一共差不多三十年, 他说, 接下来, 从乡子家乡, 就想到的是三十年的家乡, 是不是有文理, 各位看看这个, 他不是说是第一句, 跟第二句, 压根就没关系, 这就是英文的所谓incohenance, 根本不合嘛, 没有理, 所以我说这个文理啊, 是太重要, 说到这个, 我们在继续以前啊, 继续讲以前啊, 我认为, 这个写作啊, 是有三个要点, 是缺一不可的, 做一个大诗人, 大词人, 做大文学家, 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他是要对语言, 有特别要有敏感, 和要有悟性, 他对语言的文字, 要有特别的敏感和悟性, 第二个, 要有音乐的天才, 他不知道这个字的评字, 所以李清照批评苏东坡, 他说苏东坡的词, 词意是很好, 文学境界也不错, 可是他完全不懂音律, 他说刘勇, 音乐挺棒, 可是词语低下, 不堪意读, 这么要骂刘勇, 是我最爱的, 所以李清照, 那谁最棒呢, 当然他自己啊, 可是, 我不是他喜欢李清照, 只有一首, 他的《武林春》, 风筑尘乡, 花里几, 日晚卷树头, 这个, 这首不得了, 物是人非, 事是秀, 玉与泪仙流, 这个, 这一首, 《武林春》, 李清照, 他真是不得了的, 所以这一对音乐要有感觉, 还有最重要的第三个, 就是他的文学技巧, 他会安排, 不说, 这个安排就是要根据文理, 所以看起来你就觉得很顺, 他是一路下来的, 里头看起来, 看起来, 他的作品完成以后, 读者看起来是觉得是很自然的, 可是他是不是自然, 完全不是, 所以美的东西, 像这个, 艺术跟音乐, 都是千锤百炼, 他一个字, 一个字都要想半天, 都不知道他坐在哪, 那个当时, 所以他痛苦了很久啊, 才上了船, 那时候那个感情是到了一个, 高峰的一个阶层啊, 阶段啊, 所以他整个发泄出来了, 我相信这个在他的脑子里酝酿了很久, 不可能是, 就是上了船坐在那儿, 一边喝茶, 哦, 想起来将南江北就加上, 这是不可能的, 他在王国, 因为也经过了好几天, 才大概十天左右, 他才上船, 所以他那个十天, 十五天, 半个月, 那个日子是怎么过呀, 所以他早已经是在他脑子里酿了, 所以他坐下来, 最后知道万年俱灰, 就船要开了, 要走了, 下大雨, 所以他就出来, 就江南江北, 就家乡, 接下来, 三十年来, 梦一场, 这个梦, 就是在那儿, 对舅, 说, 哎, 舅啊, 我是你的小弟弟, 我来啦, 我来照应你啦, I'm echoing you, 所以, 英文里头这个echo, 就是呼应, 先有一个舅, 然后, 什么都成了一场梦, 梦一场, 这个一场跟这个家乡, 乡是土地, 场也是那么, 就是演一出戏, 一场, 一台戏, 演的那么一场, 这人很奇怪, 到了年纪大了, 就觉得, 什么好像都是一场梦, 提起往事, 像家母啊, 过世以前, 95岁, 我们有的时候跟她说, 妈, 你这么有的时候, 好像都不提爸, 就提你小时候的事情, 后来我母亲就看着我, 我母亲说, 好像梦一样, 好像一场梦, 有什么好说的, 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看这儿, 她这个梦立场, 她用了, 在两句里头, 她用了三个数目字, 用得多巧, 念起来非常好听, 江南江北就家乡, 三十年来梦一场, 你说念起来很顺, 这是讲她自己的, 先把自己, 她的背景先介绍一下, 然后, 她想到, 从这个梦一场, 她梦里是做什么梦呢, 这个地方来了, 她是离开石头城, 离开南京, 可是她做诗, 文学跟现实, 是超现实的, 文学是升华的, 特别是中国的古诗, 古词, 它是升华的, 所以她就是不说南京, 她就是不说石头城, 她也不说金陵, 李后主有一个名字, 她叫李中影, 影就是李商影的影, 中就是中山, 南京不是有个中山吗, 所以她是, 李后主是徐州人, 跟永啊,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永在徐州待很久, 是不是, 所以她是徐州人, 可是她后来在国度, 是在南京, 当然她把南京当作自己家, 所以她就是不说南京, 她说什么呢, 她说苏州, 吴苑宫为金冷朵, 吴苑就是在苏州的皇家的花园, 他这个意思说, 就是他在做国王的时候, 在哪儿, 江南, 江北都有他的行宫, 都有他的行宫, 那个行宫, 包括苏州嘛, 当然啦, 苏州那么美, 但是她没有把苏州作为她的国度, 因为苏州就是, 她那个小巧玲珑啊, 那个小巧流水啊这些, 不是很合适, 做气派很大, 那南京啊, 是很有气的, 虽然我不记得了, 我小时候, 我七岁的时候去过, 跟你说, 你们说, 各位说, 七岁到现在多, 都七十多年了, 我还隐隐地记得一点雨化台呀, 什么燕子鸡啊, 中山灵啊, 我还都记得, 那可是, 那南京的是很, 南京是很, 最近我看到, 有在南京寄给我很多那个网上的照片, 我看, 我说, 哎呦, 怪怪, 我说, 怪怪龙一动, 确实不简单, 它气派好大哦, 还有的城楼还在哪儿, 旧城楼还在哪儿, 而且那个街, 街道,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各位有从南京来的吗, 没有, 好几个, 好几个, 是, 哦, 我看了, 因为那么多年, 我都不想回去, 我更不想回台湾, 其实我这人挺点良心的, 我在台湾是我的 forwarding years, 我成长是在台湾, 可是我不喜欢, 我样根儿我也不想, 可是中国我还是, 有的时候会想, 像永远寄给我, 台湾的相干, 我恨不得马上飞回去看看, 可是我看看我就走, 因为我怕看, 我只有演讲的时候, 我爱人多, 人越多, 我越高兴, 可是一般在城里生活, 我很怕看到人, 我就喜欢一个人, 所以他选了这个苏州的花园, 你看, 他不说苏州的亭殿, 因为没有做过国度, 只有吴王, 春秋的时候, 吴王是在苏州, 顾苏台上, 吴苑宫为, 他宫里头的那个, 所有的那个摆设啊, 那个窗帘啊, 什么金冷落, 他这个地方, 金冷落, 是现在已经都冷落了, 但是他就指当年的繁华, 他用这个冷落两个字, 讲当年是如何的繁华, 难道他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还会说当年是如何的繁华吗, 所以他用冷落两个字, 让你读者去想到他当年的繁华, 你们各位懂吗, 这就是他的文学技巧, 他的手法, 高明啊, 就在这个地方, 他用这个, 一长, 这个长跟香, 已经是量行, 量长香, 这个昂已经是设了那个运的, 金冷落这个地方, 这个金子是一个副词, 吴苑是这个苏州的花园, 这是形容词, 名词, 工位是一个名词, 这个是个副词, 下面是个动词, 冷落, 在中文的特性, 就是形容词可以作为动词, 我们是没有Vert to be的, 不是什么, 我是站这儿, I am standing here, 没有就是什么, I am, 什么 is, 都是很stupid的东西, 可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学英文怎么办呢, 只好这样, 所以我们中文说, I today no good, perfect, 只有美国人才会觉得, 语, 中国人说那破英文, 要少说两句吧, 我说你也少说两句, 什么 I am busy, 那以后见到你, Hi busy, 你不是说 you are busy吗, 我哪说错了, I am so happy, 所以我们中文是没有Vert to be的, 所以这个就是动词, 不词, 后面就跟着动词, 今冷落, 这是平, 自, 冷落, 它这个平自, 是天衣无缝, 这个座七律, 五律, 五颜绝具和七颜绝具, 绝具那个规矩稍微松一点, 律师是绝对要, 是完全一样的, 这地方是平自自, 相对就是自平平, 广陵是哪儿啊, 扬州, 不是我们中国, 那礼拜不是写的吗, 那宋的孟浩然, 是不是, 烟花三月下扬州, 可是题目是, 是, 宋孟浩然知广陵, 不是有这个广陵吗, 广陵就是扬州, 后来扬州到了隋朝, 一直叫扬州, 到了隋朝, 就不扬子就换了, 就换做了广陵, 唐朝仅有着广陵这词, 也叫它, 可是正式的名字是扬州, 为什么呢, 因为隋扬帝, 那个扬虽然是伙子旁, 但是声音一样, 右边又是一样, 所以为了要避君王的会, 所以呢, 就改成了广陵, 是这样, 那广陵呢, 它是讲扬州, 你看, 它就是不讲南京, 你看, 各位看到了没有, 它是跟南京告别, 可是它不说南京, 它是广陵填台电已荒凉, 广陵是扬州古时候, 当然是皇帝会有台电在那, 不一定它在那儿住, 永远在那儿住, 至少扬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唐宋的时候的一个大城市, 简直就很像美国都没有这样一个城市, 但有点可能, 一定要得到说的话, 可能就有点像那个Tagos, New Mexico, 很多文人呢, 画家都去, 或者Boston, 因为Boston有Wellsley, 也许啊, Hover, 也许啊, 就是你, 所以, 它广陵当然会有行功, 那个扬州是很美的, 可是, 所以, 我认为啊, 这个扬州人很有意思, 故事后, 很有意思, 他知道自己, 无论多美, 他美不过杭州, 所以他说, 你们有个西湖, 咱们有个瘦型, 他不是小西湖, 小西湖就不够雅, 他那个, 西湖本来已经是够瘦的了, 他那个瘦型, 很雅, 所以这个地方, 他用两个城市, 一个是苏州, 一个是扬州, 他工为对台电, 一个是里边, 一个是外边, 台电, 他这个纹理一点不错, 他从里慢慢到外, 好像有一个camera, 所以中国的旧诗词, 就好像这个作者, 诗人了, 他手里有一个camera, 他在拍电影, 他在那找, 工为, 工为对台电, 那你说, 不是一定得要相对吗, 那个生, 这个是工是平生, 台也是平生, 怎么可以呢, 因为做律师, 如果是五言一三, 如果是七言一三五, 可以不对, 可以一样, 这是要不然太难了, 所以这个不是错误, 所以各位绝对不要认为, 他这个台子没有用对, 这个台是一个平生, 那个工也是平生, 应该是正好相对, 这是金冷落, 这是荒凉, 这是则平平, 这是平则则, 各位看到没有, 他用荒凉来表示, 来影视, 他以前的热闹, 和以前的那种, 圣食的那种景象, 它现在, 你是荒凉, 冷落对荒凉, 这个字, 现在, 什么都没了, 都死了, 草也死了, 水也干了, 中间有个王子,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影响了这个字, 荒, 所以生影就是打这个王子, 所以草也干了, 水也干了, 什么都死了, 所以这个荒子, 有无限的感伤, 这个冷字, 不用说了, 这个冷, 各位注意到, 现在两点, 现在那个简体字, 把那个天气很凉快的凉, 也变了改了两点, 我也不知道那多一点, 爱了他们什么事, 要得要把它去掉, 因为凉是舒服的意思, 就是那雨啊, 下在金城上, 下完以后, 觉得特别漂亮, 那个宫殿上头的哇, 看起来特别鲜亮, 特别有意思, 现在它改成两点, 这两点是三点变成了两点, 怎么回事呢, 天冷啊, 冻啊, 所以是冻的意思, 所以这么那天气很凉爽, 你冻的要死是凉爽吗, 所以这个这一点爱了谁啊, 他招了谁爱了谁, 招了谁谁惹了谁啊, 他把那一点给去表现, 现在都是天气很凉, 这两点, 不然怎么回事, 也不懂为什么, 可这个冷是对的, 这个都是, 这个冷这个字也挺有意思的, 它是冰, 左边代表冰, 结冰, 另外右边是代表季节的意思, 春天来了, 令, 所以它这个令是有季节的意思, 最早, 它不是, 这个字发明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 所以它底下, 它这个是一个嘴, 是嘴在那儿发号, 所以它就荒凉对这个冷落, 各位看到这个, 它的这个功夫了吧, 就不得了, 这一句礼, 这语法完全是对, 这一是副词, 后头对的, 就是中文里的动词, 就是形容词变成了动词, 所以中文的形容词可以做动词, 什么样的形容词呢, 形容词, 所有的形容词可以有, 可以多, 可以少, 随时可能变化的那些形容词, 就可以做动词, 如果不能产生变化的, 就不能做动词, 它们就永远只能做形容词, 形容词, 比如说男女啊, 金银啊, 还有颜色, 这三种是不能够变, 没有人说我的朋友很女, 他的朋友是很男, 不可以, 一定要是男的人, 人的朋友, 得要这样, 所以中文这个语法, 因为我教语言教的能夺言, 所以我对这些字的看法, 我也觉得是很有特别, 比较敏感一点, 这个落, 最奇怪, 我来的时候我就想, 今天啊, 这不是秋天, 什么时候是秋天, 现在正是秋天, 秋天英文, 你看, Autumn, 那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可是那个 Fall, 很有意思, 你看, 就是我们那个冷落, 它那个 Fall, 就是从那个叶子落下来, 他们就说, It's the Fall, So, The After the Fall, 那个 Arthur Miller, 一个伟大的美国的戏剧家, 他写了一个After the Fall, For Marilyn Monroe, 他, Marilyn Monroe做过他的太太, 所以相当的痛苦在一起, 他们两个人, 可是是一种, 不是说天天吵架的那种痛苦, 是基本性格上的一种痛苦, 当然这些痛苦都是Marilyn Monroe造成, 因为她是一个悲剧的人物, 所以她死了以后, 我也纪念她, 她写了一篇, 我认为相当好的一个作品, 但是很少演出, 因为演这个Marilyn Monroe是很难演的, 一演的不好就变得很倾, 很借, 因为她是不借的, 她像个孩子似的, 很可爱, 特别可爱, 而且看起来很可怜, 那个, 那一出戏叫, After the fall, 到底是说她死的那个fall呢, 还是秋天过了, 在我的生命里没有冬, 春天了, 就是只有冬天了, 因为Marilyn死了, 所以Arthur Miller, Marilyn Monroe死了, 第一个到场去的就是Arthur Miller, 这个很奇怪, 这些有几个很大的演员, 他们都是, 都是, 碰到其实他们的命运还蛮好的, 碰到很多人很爱他, 像那个Marilyn, Marilyn Lee, 他死了, 第一个到场了, 从医院里, 他自己在动手术, 刚刚动了手术, 他赶出来, 他说我一定要出去, 医生说你不能动, 他说我要去, 因为他接到电话, 说Marilyn死了, 他去了Marilyn, 第一个到场, 他坐在那儿, 坐了大概有五个小时, 就是坐在中间, 想他没有从前,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落这个字, 我觉得蛮有意思, 因为它有这个过渡的意思, 下面, 这一连叫做手连, 这一连叫做汉连, 汉连, 这一连叫做锦连, 所以律师, 这个汉连和锦连, 是一定得要对, 他那个字的, 那个词, 词种, part of speech, 必得要完全一样, 他意思可以一样, 可以完全相反, 他的评则, 按理, 应该是完全相对, 但是五言和七言, 五言一三, 可以不是the opposite, 可以是parallel, 像这个功跟台, 应该是第三个字, 第四个字, 这是为, 这是点, 这个是平, 这是字, 各位看到没有, 因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 这样这么严格的东西呢, 你说, 哎呀, 这些东西就很讨厌的, 我根本就不懂, 这些理论还很讨厌, 可是你知道以后, 你就知道有个用意, 因为我们是音乐, 我们的语言是音乐, 所以你如果, 一首歌, 比如说, 随便唱一首歌吧, 比如说, 你们知道那个什么, 他学寻梅, 你们知道吗, 水几天晴朗, 水几天晴朗, 啦梅出重乡, 你们知道这首歌吗, 给我点回忆呢, 至少点个头, 还是知道, 还是像牙齿的坐在那, 单看我, 叹得我心慌, 就觉得你们好像挺讨厌我似的, 给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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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ual feedback, for God's sake, 知道了, 知道了, 可能, 写梅天晴朗, 吃歌吗, 不可能, 写梅天晴朗, 啦梅出处乡, 咱们要有一个音域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评字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音乐, 所以它有了阴阳, 哎, 就好听, 任何一首诗一首词, 不管你什么原曲, 只要沾到了诗词, 它如果两句, 全都是评声, 全都是字声, 是不行的, 但是李白就敢, 他就做过一首, 他一句, 全部都是评声, 他敢, 为什么, 因为他是李白, 所以念起来还是棒, 他选择自选的棒, 他能够压倒过一句, 他就是不听话, 李白就是, 他就是有这个情话, 好, 所以, 这个景言也是特别重要, 在相对方面, 从这个梁子, 停带以化, 停他, 把台电也以荒凉, 这个时候, 他已经梦里想的地方, 他想的地方已经想完了, 从往事, 到了现在, 看到没有, 这是, 哪儿说了现在, 你可以说, 现在, 你如果坚决, 觉得这句, 也是指往事, 也可以, 正在大家热闹, 欢乐的时候, 忽然乌云闭鼓, 宋兵来了, 宋朝的大兵, 到京, 押京, 他不能够在, 他已经委屈求全, 什么都从来不打, 没打过一仗, 就打最后一仗, 拜全军覆没, 他云来了, 这个字, 第二个字, 各位, 这个龙, 作为动词, 怎么样, 你都准备了, 我见到这些, 技术的东西, 我跟他参加功课, 不能出奇, 不能相信, 这个字, 龙这个字, 我觉得, 作为动词, 我想是应该念龙, 是不是, 应该龙, 作为名词是龙, 那么, 你如果是, 这儿呢, 一定是龙, 古时候是念龙, 如果它是龙就不动, 因为它第二个字, 跟这个打是则生, 这也是则生的话, 就不行, 它是云龙, 云龙远秀, 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网上, 出来这个形状, 我倒觉得也挺可爱的, 我以前还不知道, 可以这样写, 这个是山, 多半都写在左边, 右头一个有, 是那个字, 就是从山里出来的, 什么从山里出来呢, 山丰, 所以这个字, 远秀, 这个秀这个字, 就是山丰的意思, 这个字, 用的是神来之笔, 它这个地方, 乌云啊, 罩住远远的, 所有它的家乡, 就是金兵, 换朝代了, 它的南唐王啊, 什么都, 一切都不完了, 一切都没了, 所以这个乌云, 笼罩了所有的一切, 但是这个字, 这个笼子, 是什么意思啊, 笼子是罩着的, 连是竹子, 有那么样的一个坚韧的力量啊, 连笼都跑不了, 不要说鸡跟鸭, 而且他是谁啊, 他就是笼啊, 所以他现在没法了, 他走到头了, 到死路, 死路到头了, 只是去了, 有去无回, 就是鱼儿落网, 就像苏三起见, 玉堂春, 苏三只去, 好有一笔, 他就指, 所以后来经系里头那些词啊, 好多字从我们诗词来的, 都变成大白话了, 苏三只去, 好有一笔, 一座, 一座何来, 好比那鱼儿落网, 有去无回, 这个地方看, 他被罩住了, 被给压住了, 再也跑不了, 所以他会想到用一个龙, 龙这个字, 里头一个龙, 是代表他自己, 这个简直是这个, 我看到这个, 我在座的有一位好朋友, 也是很有学问, 他跟我说, 一句诗啊, 要有诗眼, 你们听过这词吗, 我在我朋友告诉我以前, 我都没听过, 好无知, 后来我听了这句话, 这个, 哎呀, 我好高兴, 我说诗眼, 这个好字, 这个诗, 是个诗, 其实他在藏在这, 他躲在这, 他是个诗眼, 他说自己被囚了, 云龙远秀, 整个大地一片, 都给照在乌云底下, 一片一片的那个黑云, 就像他心里人的仇一样, 他把那个仇, 一片一片的仇心, 比作了云, 一片一片的乌云, 照着他, 这形容得好吧, 他讲他的心情, 这句是好得不得了, 看他怎么对, 云对雨, 先有云, 乌云, 然后雨下来, 是不是有文理, 这不得了, 雨打, 打什么, 关了龙, 龙已经被关了, 还得打他, 羞辱他, 为命猴, 你看他中文, 这个古诗里的东西哦, 越挖越多, 我跟你保证, 如果三年以后, 我还没死, 再教这个, 保证, 又有新的, 挖出来, 挖得出来, 杜甫说了, 好的诗, 有十八层的意思, 在后头, 他这地方, 云, 龙, 跟雨打, 一个名词, 一个动词, 名词动词, 你看, 一点不差的, 云龙, 雨打, 平平对着着, 差一点了吗, 没差一点点, 这个字, 又是一个深蓝之兵, 前面一个笼子, 下面一个龟子, 这个龟子是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这个龟这个字的字圆呢, 是上面, 是爬山, 爬到山顶上, 脚, 这是一个脚, 爬到山上, 看到远远的, 看, 爬到山上干嘛, 看远的地方, 看远的地方, 看什么, 看有没有手, 手在那做什么, 扫地, 是谁呀, 不是妈就是太太, 回家了, 他是被抓到宋朝的汴京去, 他说他是大龟, 大家懂这句词吗, 大龟就是死, 就是像《红楼梦》里讲圆春, 糊涂相逢, 梦大龟, 死了, 就是一个, the greatest return, return to be nothing, return to nothingness, 他明明是跑到宋朝的国度去, 他说他知道, 但是他这儿这个龟就是指死的意思, 他知道是有去无悔的, 就是大龟, 他这悲哀就藏在这个字里面, 周这个字又有文章, 以前是皇帝, 现在乌云照着了, 以前是山峰, 现在成了一首, 水里的一首, 孤周, 就是漂泊从南, 漂泊到北去了, 从温暖的地方, 美丽的南京, 跑到那个, 那个不像样的开封, 我从来没听朋友跟我说, 开封挺美的, 真的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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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过苏州美, 北京不错, 那么南京, 南京是最近我看到了, 我说还有真的好看, 因为朋友永远跟我说, 说过很多, 南京很美, 我说哦哦哦哦, 因为那么小, 我去我记得一点, 我说我记得好大哦, 记得好宽, 只记得那些地方, 可是现在看着真美, 所以他这个地方, 他现在就变成一个漂泊的一艘小船了, 就是他在最倒念他自己的身世, 那鱼一顿打下来, 云就像他的绸一片片的乌云, 这鱼点打下来的大鱼啊, 是他的类万行, 你们看他这个, 绸千片平平泽, 对,类万行泽泽平, 你们说他这个功夫到家吧, 这个汉连跟景连, 这两句啊, 不让唐朝礼度专美于前, 所以大家如果认为李后主只会玩几句诗, 今天我这一首是非得要介绍给大家看不可, 这首律师是不得了, 然后兄弟四人三百口, 他的各个弟弟都三百多人, 好多船呢, 都一直都归降了, 都抓去了, 这个兄弟四人是对什么, 对头一句家乡, 呼应赵映, 他的家族, 原来是江南江北, 现在跑到那儿, 鸟不生蛋的什么开封去了, 不堪弦作, 细思量, 这个地方就照应第二句, 三十年来梦一场, 哎, 就是一场梦吧, 算了吧, 不提了, 不提也罢, 过了, 什么都完了, 所以他到最后他没有忘了前头两个那个手帘跟伟帘他是合的, 这手棒吧, 是不是这个蛮, 这是我第一次, 头一次看到这个, 我又越看越棒, 这怎么那么好, 下面我们继续讲吧, 我, 你就是小杜在这儿, 小杜在, 我没讲以前, 当然我谢他的时候不用讲了, 他还总是对我好, 希望我能够不时的来讲一讲, 那么人老了, 当然精力也不足了, 我从前也讲劲挺足的, 现在不行了, 所以可是他对我好, 他让我来讲, 我就讲, 所以我当然谢他, 还主要谢这个小杜, 他是我联合国的同事, 对我可好, 什么事, 把他, 我做一个讲庄, 把他烦死, 一天折腾他, 又想着英文, 还一句, 我等, 我说, 等下嫁进去, 还临时, 昨天晚上还, 我们一直通电话, 所以特别, 让我感谢, 杜洋小姐, 他对我帮助, 还有, 我们那个, 那个, 老板, 等个老板都在这儿, 这个老板, 我们是华美的老板, 那是孔苑的院长, 副院长, 院长, 副院长, 小霞是孔苑的副院长, 对我可好, 中方院长, 也是院长, 两位院长都来了, 这是我们教学部的主任, 兼孔苑院长, 这是中方部院长, 这是美方院长, 都是我老板, 那个, 都对我帮助, 我演讲啊, 他们跑前跑后, 我就像个大老爷了, 坐在那儿, 就还喝茶了, 喝水还不够, 还跟小家说, 拿点好茶叶来吧, 对我, 这多有德性啊, 连凭继老, 听到没, 记老, 这是我, 所以我真的感谢, 没有这些几位在这儿的话, 我什么就做不了, 我一个人, 我哪会懂怎么做什么PPT啊, 做出来变成了GTP, 好, 我们看第二首, 第三首啊, 我们要稍微快一点, 因为, 其实我是跟, 现在怪来怪去, 要怪他, 我说, 哎哟, 我说我准备这些不得了, 要讲五个小时怎么办, 我说, 剪掉一个吧, 他说已经定了, 就讲了, 他说你讲快一点, 我心里想快得了啊, 我这德性, 那现在你们大家, 已经领略掉了, 已经大快, 不得了, 我现在要开快车, 我最怕就是讲这好东西啊, 开快车, 好的东西, 我那个大咒还没来呢, 梅兰芳还没出来, 我就看了个马富路, 看了个小翠花, 马来梁跟梅兰芳还没出来呢, 就马上就要, 这样, 这样, 哎, 糟糕糟糕, 第二个啊, 好, 现在我们看到, 那个磁牌的名字啊, 是在那一个阔湖, 在你, 你们能看到有一个阔湖, 就表示, 他不是作者给他的名字, 这是一个磁牌的名字, 磁牌的名字呢, 你说他没有生命, 那是完全错了, 你说他完全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主宰, 在那个写的这个字的音韵里, 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一个音, 它是, 这个景堂春, 它有它的意思, 就是一个, 啊, 春天, 一个很漂亮的大, 大房子, 非常富有的一个家庭里的, 一个春天, 当然, 不用说了, 就知道有很多很漂亮的小姐们啊, 或者丫头们啊, 太太们啊, 是很快乐的, 很欢乐的一个地方, 常常就最伟大的词人, 他就用这个题目啊, 来做一个irony, 做一个反比, 他做一个对比, 他特别快乐的东西, 那个词显得是特别悲凉, 所以各位看这个词牌啊, 绝对不要以为, 看到景堂春, 啊, 今天是讲他好日子, 不是的, 是过不下的日子, 各位看到, 看到那个, 相见欢也是很有名的一个, 也别名, 物业提, 我比较喜欢相见欢, 我很喜欢这三个字, 不知道为什么, 张爱玲有, 跟我有同感, 他写了一篇文章, 小说, 叫相见欢, 我觉得他很会起名字, 我喜欢他起名字, 他那题目就打死人, 那个张爱玲, 那个书名就打死人, 景堂春, 像那个, 相见欢, 他是, 就是永远不能相见, 他所写的, 是永远相见不了的, 所以常常词牌的名字, 跟词的内容, 是有显著的, 是相反的意思, 所以大家千万, 不要错过了这一点, 第一句, 昨夜风间雨, 连维, 萨萨秋生, 第一个, 他是听, 这个诗词啊, 他是对人的senses, 感觉, 是哪个都照顾到, 看, 听, 闻, 然后最后想, 也就是合乎我们这个, 情和景, 你要有景, 你才会生情, 你没有情的人, 看不到景, 所以这两个东西, 是inseparable, 是不可或分的两个东西, 第一连, 是讲他听到的声音, 昨天晚上, 第二句, 是讲, 是蜡烛都残了, 意思是什么, 指的是什么, 生命到头了, 漏滴, 还有只剩, 眼泪都哭完了, 就这么几点, 都滴不下来了, 哭, 眼泪都哭, 哭完了, 也只不过, 就听了好几声嘛, 好, 就口子旁边, 一个好爽的好, 好爽的好, 只听到, 只能好几声, 眼泪没了, 他这个地方, 漏滴跟残住, 他都有所指的, 平一枕, 就是说, 他一下睡下, 想想还该睡了, 实在睡不着, 再起来, 所以他用平一枕, 而且他不说睡在枕上, 他在靠在枕头上, 他在做什么呢, 起坐不能平, 他跟这样, 怎么样, 我都睡不着, 起来也不是觉得不好, 坐着也觉得不好, 更不能睡下来, 更难过, 为了什么呢, 接下来, 世事慢随流水, 算来梦里复生, 这个梦这个字, 梦这个字, 是特别, 一个梦, 一个罪, 喝醉的罪, 梦和罪, 是礼后主词里, 最常出现的字, 那个字, 因为他的生命里, 他到晚期, 最后的两年, 他所有他最伟大的, 都是最后两年, 他入宋以后, 只有两年, 他就被刺, 千金药致死, 他这两年里, 他做的作品礼物, 最伟大的作品礼物, 最常用的, 常见的, 就两个字, 一个是醉, 就是喝酒, 一个就是做梦, 因为只有这两个, 能够让他, 忘了, 那么一刹那, 忘了他所有的痛苦, 事实漫随流水, 算来梦里浮寿, 就是, 就这么一回事, 人跟那个水面上, 那个昆虫, 是一样, 之魂那么一下, 可是这个符声, 各位, 千万不要以为, 李后主不记得, 他欢乐的日子, 这个符声, 他是有悲, 也有患, 是, 就像红衣大师, 过世以后, 那个弟子问他, 说, 师父,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说了四个字, 他说, 悲心交集, 悲就是悲哀的悲, 心就是欣赏的心, 欣慰的心, 焦急, 他说, 悲心交集, 这是,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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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什么童啊, 李树桐, 挺有学问的, 还好, 我还很注意, 要不然, 毛病都给你看出来, 李树桐, 最后的, 他的, 没什么疑言, 他就说, 生命活着一场, 就是悲心交集, 所以他这个福生啊, 他也讲, 快乐是那么短, 痛苦, 应当, 我也不会再痛苦多久了, 你看, 他都给自己算益, 一共在两年, 下面, 下面最后, 这一首, 景堂春的最后两句啊, 真的是, 千古绝成, 我认为啊, 居然, 只有中国人, 我们只知道, 一江春水, 向中游, 只知道, 自是人生, 常恨, 水长度, 就不知道这两句, 其实这两句啊, 真的是不得了, 他真的是, 血泪交流, 在这里, 最相露稳, 疑贫道, 此外, 不堪心, 没办法, 所有他的, 最后的作品, 用两个字来说, 就是无奈, 他也不怪谁, 他恨自己, 他无奈, 他受苦, 他无奈, 他悔恨, 无奈, 都在里头, 只有在喝, 喝醉了, 现在他家乡已经没了, 他所有的, 就是, 这醉乡, 他的家乡, 已经, 已经被宋, 宋朝拿去了, 所以宋朝, 宋朝的结束, 是中国历史上, 最残忍, 最血, 撒得最多, 皇帝没有一个好死最后几个, 悲惨的不得了, 史家, 历史家都说, 就是因为他们对领后主太残忍, 我该报应, 所以, 所以, 我们中国历史上, 有这一说, 我完全赞同, 因为, 你对这样一个人, 说他会造反, 因为他最后, 他过生日, 写了最后的春花秋月, 里头有两个冬子, 所以皇帝宋太宗, 宋太祖死了, 宋太宗接位, 说他有反叛, 要回去, 要stage, 要再组织, 怎么可能, 他都根本已经完了, 就因为有两个冬子,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所以, 他到最后, 他的武器, 只有一样, 就是酒, 让自己喝醉, 这种悲凉啊, 是悲到一种, 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步, 他说出这样的话来, 醉香露吻, 你看, 生命就是一条路, 是那么样的坎坷, 既然, 你不要给我快乐, 干脆就让我, 从头就是苦吧, 为什么给了我那么多快乐的日子, 现在又让我来受这个苦呢, 他也只好就是, 愿愿天, 他也不愿人, 也不, 更不愿, 更不愿别人, 也不愿宋朝的人, 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此外不堪心, 所有活着, 你在醒着的时候, 不能过了, 你说, 像我们大白话, 说, 这日子不能过了, 不过吧, 大概年轻, 没听过, 多半都, 什么爱人吵架什么, 或者夫妻啊什么, 又后来这日子不能过了, 你这死鬼呀, 这死鬼呀, 都是这些很地下的词句, 人家这个是把他满腔的那个悔恨跟他的那个仇意, 是用这样的表现出来, 有一种若隐若现,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最近我看一个日本电影, 挺棒, 叫出道东京, 哎呀, 好得好得不得了, 可是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 要得让给他们credit, 这个日本呢, 他想是想, 打仗的时候, 我们管他叫日本鬼子, 现在当然不可能, 有很多日本全民都对我很好, 日本人也对我很好, 可是我小时候, 我是在抗日的时候生了, 所以我知道他们是, 连切军阀是相当可恨的, 但是日本人制汉学也制得不错, 他们所有画道呀, 这个道那个道, 都是我们的, 豆豆豆豆豆, 哈豆, 哈豆就是画道, 就是那种书法, 他们就是管叫书道, 所以我们中国说, 哈你爱书道, 我们自己有, 我们就叫书法吧, 古时候我们也说书道, 后来给日本人拿去了, 我说啊, 给你, 给你, 我们把东京, 明朝的时候, 皇帝说, 这什么东京啊, 根本自古也没做过, 经国都, 不要叫东京, 我给他换个名字, 济南, 所以山东的济南就是东京, 我们就说不要了, 不要了, 不用东京了, 所有的朝臣说, 哎呀万岁真是高见了, 高见了, 本来就不该叫, 还在拍在马上, 那好, 那个日本人呢, 在日本, 一听到我们中国人不要那个东京, 他们好端端的一个城市, 叫江湖, 挺好的, 江湖蛮美的, 在那种海的口响, 他说江湖, 哎, 我们要东京, 你不要我们要, 我们中国人丢出去拉鸡, 我当保, 所以他们保留我们中国的东西, 保留得很棒,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creators, 可是日本人是preservers, 所以他们很棒, 那个电影拍得很棒, 可是日本人一到诗作诗书法, 完了, 那日本人的书法太可怕, 一笔一画啊, 我这样, 就算有日本人我也, 我常常跟人说, 我说你们那个像扫把扫的, 故意做那种, 好像很豪迈的样子, 豪迈不是那样, 豪迈法的, 豪迈有一个法, 那个中国这个草书, 很多学生就说, 草书是不是就是乱七八糟, 就是, 我说要学的, 有一个模样的, 很难啊, 你要花几年功夫, 你先要学砍书, 醒书再来, 所以这个书法, 一到日本, 讲到真的这个深文化, 没办法, 所以他碰日本人呢, 他日本人啊, 受过教育的, 高等的, 对我们中国人, 并不是那么样的看重,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 至少我呢, 我是知道的, 但是, 如果你是一个书法家, 大诗人, 大画家, 是围棋, 这种高级的琴棋书画, 那日本人是绝对对你鞠躬的, 他们非常崇拜, 可是, 就是, 可惜, 没有人去, 就在以前明朝的时候, 在以前唐朝, 唐末的时候, 他们的书法, 跟我们中国人写的一模一样, 后来他们说, 他们得要自己有自己的精神, 所以他们就走方, 第一个, 他们形状走方, 我们中国人是喜欢圆, 什么都得要圆, 所以我们的书法字, 是走一个圆的,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分别, 这个李后主啊, 除了他喜欢写醉, 跟梦这两个字, 他在几乎每一首诗里, 他那个水气很重, 他有很多的流水, 他多半都是水, 第一个是点眼泪, 第二个就是点养育他, 他最爱的是什么, 是女人, 我讲的这女人, 不是一个轻薄的一个, 就是说白了吧, 就是说在卧室里的那些事, 不是, 因为从小, 她的身边都是女人, 所以爱她都是女人, 所以在她最痛苦的时候, 她就会想到最爱她的人, 所以她用这个水, 我觉得是有双重意思, 所以像曹雪清, 那么伟大的一个作家, 她没有李后主在前头打头证, 会有曹雪清吗, 不可能, 所以曹雪清是我, 《红楼梦》的伟大, 在于, 她是我们中国文学的大总结, 你要什么, 书里就有什么, 所以《红楼梦》完了, 就是空前绝后, 就是我们那个张大奶奶, 我管张爱林, 叫张姑奶奶, 曹雪清是我的曹爷爷, 那个张姑奶奶还得要跟曹雪清学呢, 所以这个水这个字, 曹雪清出《红楼梦》最有名的, 女人是水做的, 男人我们不过就是你吧, 好的勉强胡上墙, 坏的胡上墙, 下面一首啊, 今天啊, 是不是他们的谈判, 我能不能够跟大家求几分钟啊, 行吗, 对不起啊, 我这人啊, 就是嘴里, 我一讲座就是犯这毛病, 永远不太执着我, 现在, 我叫文学科呀, 我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我的学生, 来啊, 他就会跟我说, 对不起啊, 对对对,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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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啊, 菩萨蛮, 这个菩萨蛮啊, 你们说怪怪的, 这个它是意思, 就是说小蛮腰, 你们听过这句话吗, 它是从这儿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很cute的意思, 它是表示一个吉祥, 可爱的意思, 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通, 你说这什么菩萨蛮什么玩意儿, 这个菩萨蛮也有另外一个题目, 是叫子叶歌, 我比较喜欢, 我觉得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这个啊, 它这个, 前面这首, 简阳春, 它是生, 它是用平跟不堪行, 它是用这个行, 生, 生, 平, 行, 它最后都是ng收场, 所以它都是押韵的, 是最后一个字, 但是菩萨蛮和于美人, 它是两句一韵, 是更增加它的音乐感, 像那个伪装的那个, 那叫什么, 那首叫什么, 人人尽说江南好, 那个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喝江南老, 你看, 好跟老, 春水碧于天, 话传听于棉, 你看它是两句一韵, 这样, 那菩萨蛮就这样, 直接各有这个特点, 而且它七个七个, 下面是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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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句是五个, 所以这个七跟五对于中国, 因为大家都知道, 诗经是四个字为主的, 大概百分之九十, 九十五都是四个字, 不是五个字, 等到五言发明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增加了音乐感, 它就可以create a move, a movement, 我常常在班上, 因为我上课挺火把的, 讲座也是, 所以我就说, 那个四个字, 比如说你跳舞吧, Foxra, 我觉得是最boring的一种舞, 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 谁要跳这种歌, 我总喜欢, 蹦蹦蹦蹦蹦, 七个四五个它就有, 它这个, 长田明燕, 您上镜上上, 给他望明燕, 念头上下, 七个字也有, 相见十三君, 它就两个, 又有七个, 它七个就有, 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 它有个音乐感, 所以你唱起来, 就觉得挺有意思, 相见十两别一年, 动风无力花残, 它有这个, 所以它这个呢, 是词, 所以它前两句是, 七个字, 人生仇恨何能免, 教会你读我情何现, 它先给你一个大点, 总的一个概括, 它先把整个这种词的意思, 跟你讲, 我们都是有仇恨的, 为什么我一个人, 就在这儿没完没了的, 在这儿被挨呢, 你看, 它有点自嘲的意思, 到什么节骨眼了, 它还有sense of humor, to laugh at himself, 它自己嘲自己, 我认为这个, 一个诗人, 一个文人, 一个艺术家, 就不可以, 如果你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你就根本不可能变成一个, 一个伟大的一个文人, 我不让各位同意, 也不是说每一个伟大的, 演员或者艺术家, 一定是要个十三点二百五,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心里要有一种, 那个, 幽默感, 甚至于像, 像齐帆石, 看起来是, 道貌安然的一位老者和, 特别是以后的一个胡子, 他是, 绝对是极端有幽默感的, 八大, 普心女, 没有一个普诗, 李白也是, 而且, 像伟大的诗人, 他可做男, 可做女, 特别是我们李白老熊, 他常常是, 第一人称, 是女的, 他也, 当然多半都是显然的, 所以一个艺术, 这个性别啊, 在一个艺术家的身上, 是昇华的, 像张爱玲, 绝对不能说, 他是一个, female writer, 这时候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伟大就是伟大, 他, 张爱玲写男人都会写啊, 那个白玫瑰, 红玫瑰什么的, 不是有片叫什么, 他写那个男人写的, 竟然写的真棒, 反正都不是玩意儿, 男的都不要不好, 女的也不好, 这是他的评章, 男的是驱, 女的是虫, 驱虫, 正好碰到一起, 但是你再想一想, 都挺可怜的, 也只不过是去虫罢了, 一踩就踩死, 生命都是那么无常, 所以, 这种, 就是大诗人, 大伟大的艺术家, 都有这玩意儿, 要是一个人完全是干巴巴的, 是很dry, lack of sense of humor, 这是不可能变成一个伟大的, 所以他自己嘲笑自己, 销魂独我, 情和献, 有什么好, 没完没了的呢, 下面, 啊, 因为我梦里忘不了呀, 也许我平常, 故国梦重归, 昨天晚上, 又做梦回到了故国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 你看, 我所谓的文理就在这儿, 绝来, 双泪垂, 醒过来以后, 他绝来, 下面, 绝, 绝雾了, 好像是, 他是又可以说, 醒过来了, 接了一个双这个字, 不是挺美的吗, 双双对对, 可是双后都接的是, 双泪, 两个点, 两条泪, two lines of tears, 它是双用在这个悲哀的眼泪上, 双泪垂, 下面写, 他这个梦里, 梦见了什么东西呢, 高楼, 沈雨上, 在梦里, 我只有一个人, 都没有人陪着我, 一个人跑到高楼上去看一看, 秋天来了, 啊, 秋天了, 秋晴, 天气晴朗, 那么蓝, 可是晴天, 对于一个感伤的人来讲, 是自然对你的一个嘲笑, 所以很多诗人, 骚人默客, 它是跟, 用英文讲, they work against nature, 自然是对他们是一个嘲讽, 他们宁可下大雨, 刮大风, 下大雪, 跟我仇在一起, 看到老天爷都不饶过他, 你难过, 我偏偏给你蓝天, 白云, 让你看, 让你去欣赏吧, 下面, 所以这句, 高楼神与上, 下面接着这句, 是我, 活到这么大, 我最喜欢的一句, 诗歌之一, 长记秋情望, 这句话, 是把中国诗歌文学的抽象性, 发挥到了, 伶俐尽致, 长记秋情望, 在一个那么晴朗的秋天, 我到一个高楼上, 在那望, 盼望, 有什么好东西会来, 他这个是两个, 指两件事情, 一件是他现在目前, 有谁跟我在一起呢, 他的那小周后, 早就分开了监禁, 不在一起了, 他是一个人, 他在盼望, 还有一个指什么呢, 他在还没有, 南唐还没有亡的时候, 李后主尽了他的权力, 跟宋朝谈和, 他就把他的弟弟, 他非常, 对他的兄弟, 非常的爱, 这李后主天气, 是非常的醇厚, 他是对谁都很爱, 他爱心很重, 当然了, 由于他的爱心很重, 他也会年花惹草, 还有, 他是一个皇帝, 本来就是有后宫三千, 也中国那个封建的制度, 也不能完全怪, 而且男人本来就不是很有出息的动物, 你知道吗, 好看的就很像, 也许他不敢看, 因为太太很厉害, 他就偷偷起来, 也拐那么一眼, 长得正好, 他就把弟弟送到宋朝, 跟宋太祖求和, 宋太祖不带, 根本不理, 根本这个人不存在, 就把他放在一个小宾馆, 宋太祖宾馆住在那, 不接见, 也不看, 也不理, 人家跟他说, 那个李从善, 就是一个王啊, 他叫什么王啊, 不知道封在哪的, 可能就封在扬州的, 是他很挺喜欢的一个弟弟, 叫从善, 善就是正善美的善, 从善去了以后, 没有回来过, 就死在宋朝, 后来, 李后祖被抓到开封, 不让他们见面, 从善也死在宋朝, 宋朝对李后祖是非常残忍的, 明明知道, 他是根本就是一种人, 所以他这个地方, 秋晴旺, 在那么样晴朗的一个天气, 他心里是充满了忧郁, 伤感, 他就在那流眼泪, 他就看到那秋天的感觉, 是不是可能有一天, 我会盼望到, 这个痛苦的要结束, 要结束也就快点死吧, 但是不死不活的就弄拖着,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一句长记秋晴旺, 它里头包括了很多这样, 十分悲哀的东西, 我对这一句啊, 我是认为处理的事非常非常好的, 下面, 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 忘不到, 忘不到只有思念往事, 在梦里面去做梦, 还如再回去吧, 再回到, 让我再回到, 回到哪呢, 就回到那个, 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里, 虽然让我觉得眼泪, 至少我还能够看到, 我梦里的那些爱的人, 这就是第一, 这个地方, 这个秋晴旺, 这三个字, 因为是我最喜欢的, 我看了, 最近看一本, 不是, 我是第四次, 看这本小说, 我推荐给你, 叫, Wide Sagarsal Sea, 这个是一个英文女人写的, 她里头写了一句英文, 我觉得这英文, 这句特别印象我很深, 她说, Though it is hot and blue, and there are no clouds, the sky can have a very dark look, 我不知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有的时候, 大晴天, 忽然觉得黑的, 黑黑的, 那个天气太晴朗的时候, 偶尔会有那种感觉, 你们有没有, 忽然会有那种感觉, 太阳晒, 晴朗的, 好像黑的, 当然他们解写这些都是心情, 指的心情,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自然, mother nature, 为什么你那么残忍呢, 我们人那么, 觉得那么悲哀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还要那么勤朗呢, 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 晚上我想到了, 我就可以想到, 我说, 能不能够把这一句英文加在底下, 我推荐这一本英文书, 我们看, 很有意思, 现在我们讲到, 他的这个毕生的代表作, 一般都觉得, 是他的代表作, 那我自己呢, 我认为这一首啊, 可以跟那个, 林花谢良春宏, 是作为姊妹作, 可以一起看, 这两首特别好, 写得特别好, 因为它只出了几样东西, 我们来看, 春花秋月和十两, 这是指天上, 往事之多少, 这是指人间, 这个月和花, 花和月, 是永远不会了的, 所以这个往事, 也数不清有多少, 所以这个, 它两句话, 它绝对不会是毫无关系的, 所以它天上, 天上, 它要讲人间, 它的目的是要讲人间, 它用所有这个自然, 是老天爷, 给我们的这些个自然的, natural elements, 做metaphore, 做比语, 做对照, 第二句, 小楼昨夜, 又有春风, 又有冬风, 往事之多少, 它说, 这个过去的事情, 能够知道有多少, 根本都数不清了, 数不清了, 不要数了, 因为, 知多少, 根本就没办法数了, 那怎么办呢, 就, 啊, 看到自己, 都, 以前是那样, 那么繁华, 现在, 就被监禁在这个小楼里, 小楼昨夜, 又有冬风, 它这个冬, 确实是指导来进, 因为, 开封那边, 北方, 河南, 是在, 啊, 上海, 苏州, 南京的东, 北, 是没有问题的, 西北的, 没有问题, 所以, 南京是在它东边, 这是没有, 没有话讲, 所以, 春天来了, 冬, 风, 从东边吹来了, 就会和暖, 暖风, 所以, 当然, 它想到, 从它, 失去的南京, 国都, 从它喜欢的扬州, 和苏州, 那吹来的风, 吹在它的身上, 它又更勾起了它对南方的怀念, 下面, 所以, 这一句, 是人间, 小楼, 左夜, 右, 东风, 是, 人间和天上, 合起来,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珠, 它又是, 把人间和天上, 合起来, 所以, 它这个技巧, 第一句, 是讲天, 第二句, 是讲地, 三四, 是天和人, 跟地, 合起来,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珠, 因为这个月亮, 是不是苏东坡不是写的吗, 但远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月亮割了千里, 还是一个月亮, 照着我, 也照着你, 所以, 故国, 我看到是月明, 你那也是月明, 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 但是我都不敢想你了, 我想到你, 我觉得无限的痛苦, 所以这句, 下面, 雕兰玉气, 这个雕兰玉气, 这两个字, 是紧紧接着这个月明珠, 如果月亮不明的话, 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雕兰和玉气呢, 雕兰如果是在七马屋黑的, 不就是黑的一片吗, 他要有月亮月光, 才看得到雕兰玉气, 所以他雕兰玉气, 跟春花秋月, 他是照领的, 呼应, 他给了我们四样东西, so far, 春花秋月, 然后人间只有往事, 住的地方小楼, 然后东风吹过来, 故国已经不是他的了, 可是月亮还是明, 照着, 下面, 雕兰玉气, 是在他回想, 想着他故国, 为什么不堪回首呢, 因为他说, 雕兰玉气, 因由在, 这个银子, 带出了无限的悲伤, 因为这个银是在这儿就说, 大概你们还在吧, 他在对没有生命的东西, 问出, 发出这样一个问题, 更加增加了一种, 读者心里面的一种, 觉得很闷的, 很感伤的一种味道, 因为雕兰玉气是不会说话的, 但是他也知道, 雕兰玉气不是人, 但是他在想他, 他把雕兰玉气人物化, 你们还在吧, 他这个音游在音字, 就是你们还在吧, 是一个英文里所谓的, Rhetorical question, 他是Rhetorical, 他知道你们一定还在, 大概你们还在吧, 想我吗, 他就是这个音游, 就让我们读者就说, 他在想他们, 但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怎么会想有生命的东西呢, 他就在那儿, 他一个人在那儿痴痴地想, 就想你们还在吧, 会不会想我, 下面接着, 大概你们还在, 可是我们这些人, 朱也,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朱也, 不只是说宫女漂亮的女人, 他爱的女人, 这是讲青春, 包括他自己, 绝对是讲他自己, 男人, 难道年轻的时候, 漂亮的男人, 就算不是特别漂亮的男人, 他很年轻的时候, 十七八岁, 也看起来很可爱的, 在座的女士们同意吗, 就算那男孩胖胖啊, 矮矮的, 不是那么貌, 但是也蛮可爱的, 豆豆你也觉得这个人蛮可爱的, 说不定后来就嫁了他, 真的, 所以这个朱颜啊, 不只是一般, 我们小时候看这一首, 老师们都说, 朱颜就指他的公民, 我觉得这一拳, 根本不对, 而且李后主, 史书上, 历史书上, 说完他是长得非常, 非常漂亮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他至少有他的青春吧, 对不对, 你们别瞧我这样, 我五十年以前, 到这五十年六十年, 也还女同学都说, 他很可爱, 不是这么样, 那时候也可以称得上半朱颜, 所以这个朱颜, 包括他自己, 就是说, 只是朱颜盖, 他这个地方, 宫女都走了, 死的死, 老的老, 走的走, 至于我呢, 更不用提了, 已经不像样子, 他给他的臣子, 大臣, 都抓到了北方去了, 写信, 叫什么, 叫徐什么, 姓徐, 他给他写了封信, 这是他发明的, 是以后朱写的, 他说, 此中日系, 系就是夕阳, 夕阳的夕阳, 晚上的意思, 此中, 就是在这儿, 此中日系, 唯, 唯有, 就唯, 此中日系, 唯, 以泪洗面, 这个以泪洗面, 就是以后朱写的, 这一幅系, 所以, 他的朱写跑哪儿去了, 早就没了, 所以, 这个地方, 他是把一个, 没有生命的, 刁栏玉器, 跟这个朱写做对比, 就是一切的一切, 都没有了, 他这地方, 改, 什么都, 不是, 不是从前了, 什么都改了, 改朝换代, 人都走了, 死的死, 走的走, 他就想到, 你这么抱怨抱怨, 你何日得了呢, 所以他自己, 又带嘲讽的, 问了一句, 这首词里, 他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何时了, 第二个就是, 阴犹在, 最后一个是, 有几多愁, 但是他的回答, 都是, 无奈, 有什么法子呢, 就这样吧, 就这样, 就等于我们现在, 说的大白话, 就这样吧, 现在,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 说, 就这样吧, 也挺无奈的, 他问自己, 问君能有几多愁, 这个君, 当然, 在他, 可以说是君主, 问皇帝, 可是, 我想在座各位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这个君, 还可以指女人呢, 男人女人, 任何人, 只要你觉得喜欢的, 受过教育的, 你喜欢的人, 都可以叫君, 好朋友, 就是君, 所以, 问你, 你呀, 每天在那儿哭哭啼啼的, 你还得要怎么样才能了, 对自己又来一个嘲讽, 问君能有几多愁, 他就说, 不说了, 说不出来, 但是, 说不出来, 他也得说, 因为他是词人, 他是艺术家, 他是一个伟大的诗词家, 他来恰似, 这个地方, 我要讲一讲, 词的特性, 就是里头啊, 常常有这个领调字, 领调词, 就是, 都是安在一句的前面, 那首《零花现了春红》, 他里头最多, 第二句《零花现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 这个地方, 这个无奈两个字, 就是领调词, 他到了这个词里面的, 这个领调词特别重要, 他增加你的剧力万剧, 增加戏剧力量, 你念的时候, 一定得要停一停, 《零花现了春红》, 太丛组, 无奈, 招来寒雨晚来风, 要得要这样念, 下个词, 什么, 胭脂泪香油醉, 几十重, 自试又是个领调词, 哎,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自试这两个, 这是词里的特性, 有这个领调词, 这个地方还来了两个, 恰似, 而且这个领调词, 除了是安在一句词, 一句的最前面, 而且等要遮剩, 它要断下来, 再开始最后一个结论, 给你一个Grand Finale, 它没有这个领调词, 没有恰似两个字, 底下那个一江春水, 向宫流, 出来不了, 就好像那个大古老, 要把后面这一句一江春水, 给打出来, 它这个地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 这个地方要断一断, 一江春水向, 这个地方, 这个江子用得好, 为什么, 它这个地方一江, 江是个亮词, 就像是一把椅子, 一箭大一, 这个箭, 这两个词, 所谓的measure word, 如果你们懂得, 习惯, 用英文讲中文, 就是说, 它是, 我们中国人都有, 一个数目合同, 是一江, 但是英文里头, 它没有river full这个字, 我创造了一个, 我教我的美国学生, 这首诗, 我就说, 我不管, 白王 created an English word, river, 后面加一个F-U-L, a table full, a handful, a head full, 为什么不能有river full, a river full of, 直接指这个, 就是满满的一江, 哎哟, 你怎么做了一桌子的菜, 穿了一身的好衣服, 它这个是一江春水, 所以这个江在这, 是表示, 那个江的水是多, 满满的一江春水, 它为什么用春水, 而不用冬水, 或者秋水呢, 因为春天, 尤其是晚春, 到了英历的, 四月五月, 在发源, 黄河长江发源的地方, 它那个水啊, 冰都化了, 冰化了, 然后水就涨了, 所以到春夏之间, 从四川, 一直到江苏, 走过安徽啊什么, 都会有水灾, 各位都知道, 黄河也是如此, 所以它用一个春水, 更增加后面那一个, 像冬流这个水, 这个水当然是代表它的眼泪, 它的眼泪就像一江水, 不只是一江秋水, 冬水就很低了, 就一点点的眼泪, 永远流不完的一江春水, 浩浩荡荡的就过来了, 所以它这个一江春水啊, 用的那么好, 这细看, 我小的时候只觉得, 我常常跟我的美国学生说, 我们中国的诗词, 美的东西啊, 字面上它有个美, 但是你把东西挖出来了以后啊, 它有很多层的美, 它这个地方, 一江春水向冬流, 讲它的心里面, 向冬, 就说, 我这个眼泪流到哪去呢, 流到我以前的南京, 对中国这个东南, 是我的国土, 让我的那些可怜的, 我害了的人啊, 知道我在想着你们, 不为你们流泪呢, 而且正好, 长江和黄河, 中国的地势, 本来就是, 势偏东南, 是两条河都是往东南流的, 也就成, 就是它这首, 伟大的词, 所以, 这一个春花秋远和时鸟这一首, 成了它的, 毕生的一个代表作, 里头藏了那么多东西在里面, 用来形容它一个人的, 一个国破家亡的一个兴起, 它在处死的当天早上, 真是可能冥冥间啊, 有一个上帝, 它起来以后, 这首诗是, 过他四十岁生日, 他的旧臣, 那个宋太宗, 开恩, 让他的旧臣呢, 来给他一个birthday party, 庆祝一下, 他当然根本没有心情庆祝, 他还是很非常难过, 他就在喝酒的时候, 就做了这首春花秋远, 好像他知道自己要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看见他的书桌上, 自己写的春花秋远, 看了以后, 他掉了眼泪, 他拿起笔案, 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最后我列的这两句, 没有成诗, 根本他就写了这两句, 然后他的进程, 在旁边伺候他, 就说主啊, 太悲了, 不要看这个了, 就把他拿走, 他就要叹冷口气, 好吧, 走吧, 写的什么呢, 万古到头归亦死, 罪相藏处, 无佑高业, 唯一我所有的只有酒, 让我醉死了吧, 最像我死的地方, 就是我喝醉酒的地方, 我死了, 就是我醉死过去了, 在那个地方, 请你们宋朝的这些皇帝, 开恩, do me a last favor, 替我做一件事, 把我葬在一个高处吧, 让我的婚礼, 能够看到我的南极, 我的宿州和我的阳州, 这是他的绝笔, 他写了这两句, 不成诗, 这就是李厚祝, 今天事在事业, 我只好开快车, 所以请各位留言, 谢谢。 , 我只好开, 所以谢谢, 能够看到美丽, 明星辰的天哪里, 然后是这样, 给他们进行的, 并不变的天哪里, 然后就很开心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